6月3日,美国蚂蚁兰州州长Larry Hogan 在他第二次正式启动竞选活动的前一周 携夫人Yomi Hogan以及其他州政府官员 前往位于蚂蚁兰州Gatorsburg的新财神餐厅 举办了一场亚裔选民见面会活动 一起讨论亚裔社区所关注的事宜 同时为自己的竞选拉上最后的一票 道场参加活动的亚裔选民热情高涨 在Hogan上台演讲之前 约700人聚集在餐厅中 喊出再干四年的口号 这场面足以证明他在蚂蚁兰州 亚裔美国人社区的声望 演讲完后,他更是深入到道场选民之中 与每一周的来宾合影留念 并对道场支持他的人们表示感谢 Hogan在演讲中说 从他执政开始 加强与亚洲社区的接触 一直是政府努力的关键部分 他的海外贸易代表团第一站就是在亚洲 他认为亚裔在社区中的地位 是举足轻重的 我认为人们要重点重点 他们要重点重点重点 与亚洲社区的关键部分 以为人们要重点重点重点 我认为我们的家庭只能选择 它只有26%的公民 但是最大的公民选择 因为我们只是在联系上的问题 而在联系上工作 我觉得那就是什么人们都想 所以这不就是公民选择 因为它们是选择的正人 才能够择合择权和确实 您觉得你觉得这个选择 的选择 发生的选择 你不想弄什么 但我非常希望 我们发生的选择非常嚣嚷 我认为是国家的最好的计划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努力 我们在短线上 但还有16个人 我们很高兴 到最终的剪刀 我们的眼睛都超过 可能在最终的季节 我们会赢得到 这就是100万新的职业 并为我们的经济 所以我们能够做得到 Hogan在采访中提到 亚洲各个国家尤其是中国 对于蚂蚁兰州的经济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日后美中关系 不管是在联邦层面 还是在蚂蚁兰州州内 都能够取得更加利好的发展 ASM记者 美国蚂蚁兰州为您报道